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玩了集散五年 最喜歡玩的就是扯靈 因為扯靈的招式千變萬化 轉碟是我的強項 它好玩在 有無限的可能 和表演的時候 可以帶動到觀眾的情緒 轉碟是我的強項 它好玩在 有無限的可能 和表演的時候 可以帶動到觀眾的情緒 在台上表演扯靈的時候 我覺得自己很帥 和比賽的時候 會激發到我的好食心 我玩了集散十二年 我現在已經是教練 我們上年成立了Echo Juggling Team 現在大約有三十個成員 我以前粗恨差 讀書也不太好 所以老師就強制我要學習耍 當初我沒有興趣 直到第九課 有個朋友 轉起一張碟 就跟我說 很簡單 你不是不懂 你那麼差 然後我就覺得不太強 所以我就很努力去唸 證明其實我都做到 在學習耍之前 我就覺得雜耍是一個很高難度 真的不是正常人 不可以做到的東西 可能拋三個球 你會覺得好像有三隻手一樣 學完之後 我覺得其實雜耍除了 是一個很高難度的學問之外 他也可以加入很多不同藝術等等的東西 至於他整個畫面感 其實很豐富 我現在開始進入雜耍學會 我就是想試試玩 也沒想過自己會玩到現在這樣 還有沒想過有這麼多招 可能以前見到的只有一枝棍一隻碟 但原來可以加多一枝棍 或者加多兩隻碟 甚至可以加到四隻碟 我純粹覺得這東西好玩 很有趣 沒有那麼悶 可以令我消耗到時間 因為玩雜耍其實可以認識到不同的人 有時候就會覺得自己在舞台上 其實自己也挺帥的 加上這個東西也挺好玩 所以就繼續玩下去 師兄師弟會經常一起約出來練習 我很享受那個氛圍 還有學雜耍 當你做到一些很高難度的發展的時候 你都很有成功感 我玩的魔鬼棍花棍 這些就是一些冷門的雜耍 魔鬼棍就是有兩枝 短一點的手棍 去控制一枝長一點重一點的主棍 主棍可以做到旋轉 拋高 甚至是在手上扣棍 夾棍旋轉的花式 我專注玩一個零 一個零的難度 你要有想法 你要自己思考一下這件事 怎樣去發明一些屬於你自己的招 你想摸學招之餘 你要將招分析做你自己的東西 你要想多些那招 可能可以發展到不同的東西 玩碟子的技巧 我覺得是 你要知道自己在做甚麼 可能你玩兩枝棍 一枝棍 你要明白每枝棍 或者每枝棍 你要拋向哪個位 還有一招 其實可以分拆幾個動作 把那幾個動作練熟它 我最擅長是玩扯鈴的 扯鈴 我覺得扯鈴 扯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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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漂亮 還有很多花式都很大動作 比其他人感覺上很帥 可能你把不同的元素混入去 你就可以創造到屬於自己的花式 那你就會覺得自己是比較獨特 之前中學有陸運會 陸運會 我提出過想表演扯鈴 但是就有些師兄就問 咦 什麼扯鈴真的有人看嗎 那一刻就對我打擊都很重 因為我就覺得 我這麼努力 這麼花心機時間去練習這件事 但是原來也有人是不欣賞 那些師兄就跟我說 其實你做每一件事都一定有人欣賞 或者是不欣賞 但是如果你太著重不欣賞你那些人的話 你就會辜負了欣賞你的人 其實一定有人比我還要笑 因為他們會覺得我玩這件事 完全沒有前途 覺得玩這件事是沒用的 只不過是你當下的樂趣 但是其實我不是這樣扭 因為我有自己想法 我就是覺得你開心就好 就是我自己玩得開心 我不需要你去幫助我 那我玩得開心 那我自己就會繼續玩下去 我不會理會任何人的看法 好像我之前做的表演 因為初樂的時候就 經常失手 那我都會被一些同學笑 但是之後我就會完善自己 練得更多 那就做一個更加好的表演 或者更加厲害的招式 令到他沒有聲音 我一直都很想變得更好 就是我一直都很想 希望我自己的表演 可以融入很多不同的東西 就做一個比較完整 或者是真的可以帶動到觀眾 情緒的一個演出 我試過在街上玩雜耍 有些小朋友有興趣就跟我學 他學得挺好 然後他媽媽就過來問 這些花棍 我說200元左右 然後他說這些垃圾 怎樣值200元 10元都賢貴 其實雜耍的道具都大有學問 有個前輩 香港的前輩 一個資深的導師 他改良了一支棍 就在木櫃兩邊轉個洞 然後把豬放進去 令到枝棍不會發生鈍的問題 練習過程中 我克服了痛這件事 因為我們做動作的時候 枝棍會換來換去 可能在腳或腰穿過 經常都會擠在手指上 我想放棍的原因 不是因為痛 其實是因為有瓶頸位 就是我很多時候 我可能給了時間 我都練不到那一招 而我為什麼會繼續玩呢 就是其實 因為我發現雜耍這件事很特別 如果不向技術 可以向藝術 可能跟多一些音樂 或者是身體的肢體動作 都可以去練 我學習了最大的困難 就是要克服上台的緊張感 我記得我第一次上台的時候 很怕自己失手很多 就會很緊張 但是越緊張就越多失手 那最後我就是 那些師兄或者朋友 就跟我說 其實上到舞台 你上舞台的機會只有一次 所以你要好好享受那個舞台 最後就令到我自己 就享受多些觀眾的歡呼聲 有個導師曾經教過 他跟我說過一句 錯不要緊 可能錯這件事 就會成為你未來的招式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 其實我現在的想法就是 最重要是我自己享受的 在舞台上 我以前是一個很肥的肥仔 練扯鈴 會日曬雨淋 那時候那麼肥仔是夏天 那我練習 那我繼續練習 然後就瘦了極多 我以前讀書不是很好 其實我留過班的 沒有什麼優點 所以雜耍就讓我找到我的出路 讓人得到我認同 又可以比賽 甚至可以去教雜耍 去培訓一些學生 令他們也找到他們的出路 找到他們的夢想 其實在我未學雜耍之前 我是一個很責男的一個人 就是我完全不敢跟別人說話 沒有溝通能力 我亦都不喜歡出門口 就是我會小錄的暑假 我真的全程留在家裡 在那裏播劇 在那裏看YouTube 但是我就 玩完雜耍之後 我就 基本上整個暑假都是 跟朋友去練 然後就認識了很多朋友 亦都會做一下表演 那就令我對多了一個人 之後說話都越來越順 看輕力 看輕力 嘩 可以了 其實很快 很細的 我以為他好像做得好 對 他還不錯 看到一些雙痕 這些新的紅色 這些就是最近練的 但是舊的就暗 就深色 上次我們練習的時候 我又做了一個鼻子 我現在除了上課學習手 我平時在家裡 都會看一下IG 或者Youtube 去看一下台灣 或者其他國家 別人去做表演 或者比賽的時候 那些招式 因為那些招式通常比較難 這樣 不,你不用那麼大力 好 這樣嗎 好 好 左右三個 教雜耍其實都是一個目標令我要增值自己 因為我教雜耍每樣道具都要教 雖然我最精是玩魔鬼棍 但其他道具其實我都要增值自己 去練習其他我不熟悉的道具的花式 甚至要練習一下怎樣去表演出來 怎樣演繹出來 有時教學生我都要懂得這方面的技能 其實越來越多學校、社區中心都會開雜耍班 是需要去聘請外面的導師 所以其實導師的需求越來越大 讀書期間我會做雜耍兼式導師 不過如果當長短的工作 可能我畢業之後 我可能假期就可能會教一兩班 日日會不會將雜耍變成我的工作 其實我也希望的 因為雜耍也是我的一個興趣之一 如果將興趣可以融入到工作 我都會很享受工作 在香港雜耍是一個少數點的 小眾點的運動 但比其他國家 其他國家是 這個運動是可能中學、小學 他們都會有 甚至乎大學都會有雜耍 但希望以後香港可以 將雜耍發展得大一點 將圈子擴大一點 令到更多人可以認識雜耍 有機械 雜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玩健球可以给我一些成就感 当一个花式成功的时候 所以一定是有一个大给我开心的感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我想玩娱乐 所以回到家立即做完功课 现在有时间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学了健球两年 从五年级开始学 我觉得健球最好玩的地方 就是可以不需要那么大的空间 就是一个很小的空间就可以练 我以前是玩健球的 之后想参加学校的表演队 所以李先生就鼓励我 我就跟着李先生学了拋球 转叠 扯铃和Yoyo 早几年疫情 其实很多人都不可以出去做运动 所以他们就会选择健球 在家里小小的空间 都可以去做运动 健球虽然不是一个主流的运动 但是健球也有一个独特的地方 例如健球可以培养不同的能力 例如想象力 創造力 和专注力 除了读书之后 我都差不多会想健球 我一定是非常喜欢健球 所以可能一个日子可以练一两小小时 我曾经有四个玩过幽默 不过那时不认识玩 大过了人教我 现在就认识玩 幽默好玩 再可以拋来拋去 有不同的花式 平時我會上網看劍球的消息 學習一下別人玩的技術 劍球困難就是要考驗協調能力 可能用眼睛看不住手帶又在動 便很容易失手 總結了一定要多練習 其實劍球很簡單的一球做 有木球、線、劍身 就可以簡單接球做到花式 我覺得魚記最擅長的東西是很專注 例如很多同學給他們任務 他們可能做幾下不行就想放棄 但他們不是的,一定要先做到 我沒有想過放棄 其實因為我覺得這樣放棄就會很可惜 而且我也練習了這麼久 休息一下就會繼續練習 我溫擾這麼久以來 我經常卡住手,解不出來 慢慢解解又解不出來 然後對比阿水幫我解回它 其實搖擾的基本構造很簡單 就是有一條線去連著搖擾 在它運轉的時候去做一些花式就可以了 阿笑琪玩搖擾為何這麼厲害呢 因為我覺得它是因為有劍球的基本根基 它再學不同的雜耍花式會比較上手 我以前在學校就不會這麼展現自己 雖然在家裡會 但在學校就不會 但玩了劍球之後 在學校就展現一些自己 老師都稱讚我 我開朗了 我最初認識魚記 其實也是一個不太出聲的小朋友 後來他又跟我說 阿Sir,我平時在學校都沒有人認識我 那些人走過都不知道是誰 但自從玩了劍球之後 走過路後 那些同學都說 師姐,這個獎很厲害 令到他很有自信 我們顏語幾同學 他得到是屈臣市運動員 這是獎勵 我從一年級見到他 去到六年級 當中的進步是非常之大 他參加一些課外活動 參加劍球 他不斷不斷 看見他個人更活躍 更勇於跟別人溝通 我獲得獎一定很開心 因為每個學校 只有一個同學獲得 我真的沒想過是自己的 而且很興奮 我在D2玩搖搖 認識了很多大哥哥、大姐姐 他們會教我 他會教我 兆琦 兆琦更有趣 他一開始是比較橫皮的 比較頑皮的 然後你經常要學他 要罵他 但最近自從玩了之後 他會知道 他會知道 什麼時候要做什麼 例如如果我頑皮 我就不能去玩劍球 所以他的學業 粗痕方面都有幫助 出去表演和比賽的時候 一定會有一點緊張 但又不能太緊張 因為一太緊張 很容易會失手 就不要理會他們 就當沒有人看著我 就專注在玩的 最開始如己表演的時候 你會看得出他真的很害怕 人都很震 但只要表演得久了 踏上台灣的機會多了 以及他們訓練多了 就開始有改善 甚至有一套表演 他們已經很熟悉了 你已經看到他們 閉上眼睛都會做 他就會展現出自如 我第一次比賽 在商場比賽 我很難得拿了冠軍 等到7月1日比賽 是全港的花式劍球大賽 我去那裡比賽 又拿了冠軍 事件很難忘 參加課外活動 得到獎項 亦都可以使得他 有這方面的生活經驗 有這方面得到成功的經歷 個人的自信心 亦都會提高了 很多人都以為劍球是一個個人運動 其實劍球也可以一個團體運動 好像我們學校出去比賽 他們都是一班人出去大隊 有時有些比賽項目還是團體組 不只是個人 你要加上你的同伴 一起去表演 一起去完成 參加課外活動的過程當中 就會跟別人一起去相處 這方面就會提高他們的社交能力 懂得怎樣跟別人溝通和合作 有一次機會很好 就是日本的國家旅遊局 邀請我們去宣傳劍球這個運動 當時我們都覺得很興奮 他們居然是為了一個香港人 在香港去宣傳他們日本的國技 像笑棋一樣 其實他的拍攝已經完成了 我看到現場很多觀眾 我就邀請他 起哄了 那些觀眾一起 不如這個花式留給他做 在沒有合作的情況下 他就第一次做 亦都完成了 所以有時有些事情 我覺得是環境迫出來的 我們只要加一點支持給他們 其實他們會進步得快很多 我會繼續玩劍球和繞和雜殺 因為我想參加學校的表演隊 我一定會繼續玩下去 因為都堅持了那麼久 而且我真的喜歡玩劍球 一定會堅持下去 其實我很多時候都會建議 同學或朋友去練習多些東西 學多些不同的東西 未必說一定是需要 要拿來賺錢或怎樣的 可能你就是靠這件事去啟發你 參加客戶活動 參加客戶活動 這些都是以後任何一個行業是需要的 是職場的能力 就像我自己這樣 我自己以前是做剪片的 為何我會做全職的運動員 就是因為我拍完片 我剪好它 交給劍球的創商 就是這樣我得到人生第一個贊助 所以你可能會覺得 剪片和劍球不關事 但如果我沒有剪片的技能 我不會做到劍球運動員的機會 將來我就算不是從事這個職業 只要它能夠有這方面的種子 蒙下在心裡 將來都可以發揮得很好 發揮得想力盡智 作詞 ク絲 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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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路熱術 這個展示範的節目 單車 作詞 作曲 按綬技巧 例子 按綁 作曲 按綁 作曲 從事 甲良 轉送 拍拖 ,按綁照 頁 攻協 你按綁照 impure 使用我們的攝影